中岁泼浩道 刚才雅馨说的这一首诗是唐朝的师佛王维的《中南别叶》 那么这首诗是王维晚年时期的代表作 而这其中行到水雄处坐看云启时 这句话更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鼓励 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当我们伤心忧愁的时候 你还不如就地坐下来 你来看一看这些天边的云卷云书 我们来静静地欣赏一下风景 写这首诗的时候 王维当时在朝廷上 他的职位是尚书幼成 这是一个很大的官 可是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动 他很早就看穿了 他明白走仕途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事 而很早的时候 王维就认为我应该一门心思的 我应该下定决心我要远离官场 远离这一个混沌不堪的这一个世界 所以说在他40岁之后 他就开始过着这种 这叫做一观一隐的生活 而在王维40岁之前 他的前半生可以说半生漂泊 半生悲痛 22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仕途还很顺利 而且也成家立业了 可是好景不长 有一次宫中的乐队在彩排的时候 王维出于好奇 他就在旁边围观了一下 想看一下当时叫做黄狮子舞 可是没想到就是因为好奇 围观了这个乐队的彩排 就因为这点小事王维竟然被贬关了 下旨的太监说 说黄就这个黄狮子舞是黄色的黄 黄跟皇帝的黄同音 那皇上能看吗 皇上不是你一个小吏 你想看就随便看的 你这明显 王维你这就是对圣上的不尊敬 那么这种事我们说 你放在现在的生活里 这简直就是 这叫什么 这叫天上掉黑锅呀 就是就要躺着中枪就很莫名其妙 就这样刚进官场呢 王维就被贬为了冀州私仓参军 从帝都长安的一个官员到了几州 就是我们现在的山东锦宁啊 从中央官员调到了地方 还是一个管粮库的一个小管理员 做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员之后呢 王维请了个假 回家陪自己的陪自己的妻子 本来呢抱着自己 马上就要做父亲的心情了 内心很激动 可是没有想到天降横火 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 难产去世了 那么连带着自己 还没有这个出生的孩子一起走了 这种打击 给当时三十岁的王维来说 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跟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 还不太一样啊 中年丧妻 老儿无子 这是对于古人来讲 这是非常可悲的人生 那么在这之后呢 三十年里 王维就这样孤独重劳 经历了这些官场的变故 又经历了这些亲人的过早离世 王维呢就有了这种看淡了 有了这种看淡事态炎凉的心态 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我想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虽然说我们不会像王维那样啊 可能人生当中充满了起起伏伏 或者说大起大落 但是呢你不可能是一直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直点背 就好像是《易经》当中的这个太极云一样 有黑的一面就会有白的一面 老话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其实遇到难题受到挫折了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太过于忧心忡忡 因为你要知道世界上它没有过不去的坎 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而对于这些除了王维之外 路由也在诗中告诉我们 说山穷水尽一无路 柳安花明又一村 当然王维也说了 说行到水穷处 坐看运起时 好了 今天雅馨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一些 欢迎大家积极地关注转发并且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